上一支影片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来自ID Cooling的DF 12025 ARGB机壳风扇 就得到了网友的热情回复 提起了AIO不是没用了吗 是的这位网友 我听到了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介绍 同样来自ID Cooling的 IceFlow 240 ARGB水冷 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 大家好 看视频就看特洛珍 我是特洛珍牛 Trozen Ne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体式水冷 简称AIO All-in-One 而且还是ARGB的 这是一款ID Cooling推出的240 ARGB水冷 全新的IceFlow系列 这款水冷甚至在中国官网就还没出现呢 在马来西亚就已经上市了 这款水冷最大的卖点 是将水泵集成在了冷排回流口处 因此有助于推动足够的水通过散热器 而且也降低了共振和导热问题 至于水冷头顶部集成了大面积的背光灯灶 内有ARGB灯珠 可以支持如ASUS ARACINE GIGABYT的 RGB Fusion 2.0 MSI Mystic Light 和ASRock的Polychrome RGB 如果你的主板不支持灯光同步 你还可以外接遥控器 调整和设置你要的灯效 这款水冷也自带了两个120mm的 ARGB幻彩风扇采用双滚珠轴层 更加稳定耐用 性能也不错 同样支持ARGB幻彩制定仪 自带的风扇也采用了二合一的设计 让用户安装起来更加简单方便 厂家的想法真的不错 这两个风扇提供900-2000rpm转速 单风扇净风量也可以达到56.5cmF 满速运转最高 分贝达到31.5cmF 官方表示这款散热器 可处理250W功耗时处理器的废热 接下来就是手动环节啦 让我们把这款一体式水冷装上我的电脑吧 大家看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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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点赞 还有分享咯 bye